大家好,我是Quantar公司的程序,Tiffany 今天我會教大家如何使用Office 365的Cli command 和PowerShell去上載整個地方的文件去SharePont 首先我們來看看Office 365的Cli 其實這個Cli是一個方法 去管理一些Microsoft Office 365的Tenent 例如我們的Microsoft Flow或PowerApps 另外它也可以管理SharePont的架構和管理SharePont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看它可以做到什麼 你可以看它的Cli command 其實它有很多Active Directory Graph、Microsoft Flow、Microsoft Graph 這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其實它也可以管理到的 然後打開PowerShell 第一件事就是要下載它的架構 下載架構就會直接上載這段文件 其實我已經下載了 現在正在做的是一個更新的功能 如果你無法提示 它是沒有這個Cli command 可能是因為你沒有下載這個Node.js的架構 可以看回我Node.js架構 之前的教學 它裡面有說到如何下載Node.js的架構 然後它這裡教你的是用Office 365 進入O365這個環境 但是我比較喜歡的就是直接用O365 先進入 先進入O365 為什麼要用O365 進入O365 進入O365 之後再打Cli command 主要是因為 它經常在O365 進入O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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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多數會看到 在這裡看到我會直接用O365 去關注我需要用的 command 這裡我們進入 它會有連結 然後再打Cli command 這個Cli command 就是它寄出的Cli command 然後再打Cli command 之後它會自己 去下一行 這樣就能夠關注Patri 你選擇我們的帳戶 你等它再打Cli command 你選擇我們的帳戶 你等它再打Cli command 你選擇它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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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看 一些 command 的指示 其實它真的有很多 如果你想 分門別類地看 就可以上去 這條件 就看看它的帳戶 那它 因為它是分類的 那些帳戶 我們待會主要是用到 SPO 也就是SharePoint Online 這個帳戶 我們就可以 O365 然後 看看SPO 那SPO 它就會把所有 SPO裡面的帳戶 有很多 例如是 管理一些 sharePoint 裡面的 這些帳戶 我們打開 那些帳戶 因為如果你沒有選擇 的話 其實 它是會 它是會 直接 你去一些帳戶 指示的帳戶 例如這個 有些 關於不同的 文件的 描述 我們一會 主要會用到的 就是 File Ad 和Folder Ad File Ad 就是 將我們 地區的 記錄上 SharePoint Folder Ad 不是 將整個 記錄上 我們的 SharePoint 而是 在SharePoint 裡面 新開了一個 文件夾 新開了一個 檔案 一個 主要 但是裡面 是沒有東西的 它只是開了一個 新的 文件夾 因為 它不可以 整個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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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可以 使用 Parshealth 寫了一段 文件 可以 看看 文件 這個 功能 可以使用 就是 Upload 這個 文件 這 會 進入一個 文件 文件 是 自己定奪 這條 文件 就是 Juno 文件 Ctrl C 記錄上 雙印號 文件 這裏 文件 其實是 我們 我們自己的 SharePont 我 這裏就是 quantonsharepont.com tiffany 這裏 文件 這裏就是 我這裏就是 Document 通常 文件 名字都是 跟著你的 site 這裏就是 ShareDocument 這裏 這裏 至於 Directry Name 其實我們在這裏做了一個 Split 的功能 就是 這條 路 我輸入的 這條路 將它 用一個 Separator 也就是 這個 Slash 將它 Separator 第一節 就是 這一節 第二節 就是 這個 Use 第三節 就是 Tiffany 最後一節 就是 Arjuno 我這個選項 就是 選擇最後一個 也就是 Arjuno 那 為何要特意抽出來呢 就是 我們首先要 去製造一個 Folder Name 叫Arjuno 因為它是 這個 整個 Directry 裡面 最 它是 製造所有 10Folder的 一個大的 我們就要 建造一個 它就叫做 Arjuno 那 這裡就是 用到 O365的 這條 就是 Folder Add 然後 進入 URL 還有 Parent Folder URL 其實就是 我們這個 Share Documents 記得 加一個 slash 至於 Name 就是 Directry Name 亦就是 剛才我抽出來的 Arjuno 然後 進入 那段 製造 這個功能 主要是 給我用來 做一個 Recursion 作用 Recursion 它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 Upload Direktry 其實它是 在這個 Upload Direktry的 不斷地 尋找自己 不斷地 尋找自己 不斷地 那 這裡 這個 Upload Direktry 其實就是 首先 我們去 取得 這個 就是 我們去 製造的 這個 就是 看一下 它是否一個 如果它是一個 Directry 然後 跟著 Files 它就會 等於 它裡面的 一個 Trial Item 你們就看 我們這個 換言之 Arjuno裡面 這個 Trial Item 其實就是 這四個 它就會 每一個 每一個 這樣 這樣 它是 一個 Directry 的話 如果它不 是一個 Directry 它就會 運用這條 File Add 就會 直接 將這條 這個 這條 的 直接 上去 SharePont D 就是 我們的 Destination Folder 就是我們希望 進入到哪個 Folder 以Arjuno為例 剛才就說過 進入到來 這裡的時候 其實D 就是 ShareDocuments 裡面的Arjuno 這是新開的 用這條 新開的 進入Arjuno Folder 第一個 就是Arjuno1 去到這條 因為Arjuno1 是一個 大圍柱 它就會 迫到 Else 這裡 它就會 建造一個 新的Folder 這個Folder 就是Arjuno1 因為 這個Folder 其實是Arjuno1 而 這裡就是Arjuno1 這個D Folder 就是我們 剛才進入的D Folder 就是這個 ShareDocuments 裡面的Arjuno Directory 接著 我們就會 再 進入Arjuno1 Directory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就是 D Folder 也就是Arjuno 這個Directory 底下 然後 再 進入 這個Folder 也就是Arjuno1 的Directory 進入之後 裡面 是兩個Arjuno 的Folder 它們不是Folder 就會去到這條 接著 是Folder 那 就會加上Arjuno1 然後 再加上Arjuno2 然後 再 不停地 Foreach 這樣 然後再 在裡面 這個Upload Direction 不停地 recussion 這樣 我們 就試一試 這個 這樣 可以看到是沒有東西的 這樣 那 就會看到第一個 標的 就是Arjuno 的 一個Folder 那 大家可以 再看 這裡 我是 特意在Arjuno 的 Traffic Light Testing 裡面 再放多了一個Folder 那 就讓你看看 它是怎樣 不停地 進去 其實就是 為了 進去 所有的 10 然後 再 進去 10 Folder 裡面的Folder 儲存在 一個 對應的位置 那 我們可以看看 Traffic Light Testing 它就是 確保每一個 10Folder都有 適合過 現在 加進去 可以看看Arjuno 1 Arjuno 1 裡面有兩個 的Folder 基本上 它是一樣的 那麼 這個 上載的Folder 其實就已經完結 了 那就是 利用這段 script 去做 這個 去做這個 Office 365 Cli command 所做不到的 上載的Folder 因為它只是 支持 上載單個Folder 下載的Folder 下載的Folder